所以他雖然不是醫生 可是他瞭解自己的默契是什麼樣子 知道說我們幫他打一針讓他走 這個是違法的 他就說那我不要你們違法 病人的死亡假如是出乎家屬的意料之外的時候 很有可能會告醫生 千萬不要讓病人死掉 年中的時候他是無法吸收營養 也無法吸收水分的 可是台灣還是覺得 你這個病人在我這裡怎麼可以又不吃 又沒有給任何的治療 明明還有機會啊 為什麼要放棄呢 你這樣子等同於謀殺啊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病人 為什麼無法善終 是 是因為他的命運 竟然決定在家屬跟醫生的手裡 這也是我覺得很多就是旅客很好奇的事情 畢醫師會致力於推廣 這種斷式善終的這樣子一個理念 其實這個是無心查療 因為我只是為了要解決我母親的問題 因為我媽媽有小腦萎縮症 可能需要家人的照顧 對對對 所以他雖然不是醫生 可是他瞭解自己的默契 是什麼樣子 得到那個診斷的時候 他就交代我 他默契我要幫他 後來他從複雜人的事件 知道說我們幫他打一針讓他走 這個是違法的 他就說那我不要你們違法 就一直在想他要用什麼方法 那時候我就給他看 中村醫生的大王生這本書 那他看了書了以後 他就覺得OK 所以想好奇問一下B醫生 就是為什麼斷式善終是對於病人來講 最沒有痛苦 然後也是最少折磨的一個方式 因為他沒有接受醫療 因為相對於斷式善終就是醫療死 那醫療死在醫院裡面的話 譬如說明明就已經要走了 可能還打很多點滴 他就已經癌末已經腸阻塞了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狀況呢 會不會是因為台灣的醫病關係 所以有時候醫院跟醫生比較為了保護自己 這個是其中的原因 醫生不習慣病人在自己的手下死亡 假如我的醫院病房裡面有人死亡 不知道什麼時候家屬會不會告 病人的死亡假如是出乎家屬的意料之外的時候 很有可能會告醫生 所以我們養成一個習慣 千萬不要讓病人死掉 這是不是就是所謂的防衛性醫療 保護自己 有一部分是這樣 那另外有一部分就是說 好像醫生還是覺得 既然人住在醫院了 我不能什麼都不做 所以我會看到我們的病人 在臨終過程 你在看國外的照顧臨終的書記 裡面都會提到 臨終的時候 它是無法吸收營養 也無法吸收水分的 可是台灣還是覺得 你這個病人在我這裡 怎麼可以又不吃 又沒有給任何的治療 我之前有遇過一個案例 就是那個家人其實很早就放心 因為要看他媽媽的狀況其實很辛苦 他就是每天給他身上一直打營養 打點滴 就打營養在他身體裡面 一沒有辦法吸收 二沒有辦法排開來 然後到後來就是 他真的發現不對勁 去問醫生 醫生還是用一種說 明明還有機會啊 為什麼要放棄呢 你這樣子等同於謀殺啊什麼的 他又有種惡度傷害的感覺 所以就發現說 不只是說家屬不願意放手 醫療的體制 醫生可能不願意放手 也是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病人 為什麼無法善終 是 是因為他的命運 竟然決定在家屬跟醫生的手裡 醫生和那個家屬不放手機率太高了 我們說每年有兩千億用在無效醫療 兩千億這很多耶 很多啊 差不多四分之一耶 我們全年健保四分用在無效醫療 那所以目前這樣聊下來 對於斷食善終 我們有一個比較初步的概念 那這部分也知道說 因為畢醫師你有非常多豐富的經驗 據說你有陪伴了將近超過50個家庭 比較好奇就是在食物經驗上 這些家人他們往往最多的焦慮 跟害怕會在哪裡 第一個應該就是覺得 這樣子不是是把家人餓死 對 另外一個就是他們在醫院裡面的時候 可能就想要拒絕鼻胃管 那那時候醫生也會說 你不能把你的家人餓死 有一些醫生用這樣的話語 讓這些家屬更有這樣的心理壓力 那所以中村醫師他在大網生裡面 畫很多的篇幅在解釋 人到了老衰重病末期的時候 自然不吃不喝 這樣子其實是很輕鬆 沒有負擔的走 所以通常家人都會是在什麼樣的時間點 找你比較多 我目前有一半的個案是屬於插管臥床 尤其是常常這個病人本身 他是有交代過的 他為什麼會交代 因為他照顧過這樣子的家人 那個時機點很難說 不過說到時機點 就有一個我想要延伸問一下畢醫生 我理解就是我們台灣其實 大家對於臨終這個是蠻空白的 當他今天遇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他要判斷說 就像剛剛畢醫生講 因為大家的這個醫療觀念 或是臨終的觀念比較不足 一方面當然是心裡面身為家人的立場 就是心疼嘛 自己的長輩總統好好照顧好 那另外一個層面的話 會不會也會有法律的問題 遺棄啊 或者是說沒有積極的去處理啊 這個合法嗎 這也是病人 第二個會問的問題 對 假如是帶回家的話 家屬都有共識的時候 他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就可以說這個是為了考量 病人的最大利益 然後這個是病人以前有交代過的 可是問題出在家屬之間 萬一意見不合的時候 這種時候我基本上我就沒有幫他們 比較難介入 只要家屬不要互相告來告去 是 我就可以幫你們 所以有一個很大的先決條件是 家屬要有共識 所以我覺得這個講到一個蠻大的重點 就是說當然剛剛一方面是提到說 希望讓他舒服不要那個 就太多的痛苦 但另外一個層次就是合法性 這也牽扯到可能兄弟姐妹 與家人之間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 遇到有些家庭是比較難執行的 所以包含像為什麼最近這幾年 就是 病人自主權利法 得到大家認可跟推崇 就是在於說 因為很多人也知道說 家裡面會有一些意見 所以如果說能夠透過一個合法的簽署 那是不是能夠也讓這件事情浮上檯面 讓家人有一個比較可以溝通的一個平台 病主法簽署的時候有附帶的條件 你一定要讓你的家屬了解你簽了什麼 然後家屬也都認同你的意願 所以我覺得不是只有簽署 然後你知道我簽什麼就夠了 我覺得應該是家庭裡面 就是要平常的對於生死這個事情 要深度的溝通 我媽媽做斷死亡生 我們家不需要開家庭會議 因為我們平常就已經互相都很了解 這點我覺得很不容易 就我的認知我認為說 長輩的觀念相對比較保守比較傳統 對於談死亡這件事情其實是不容易的 但是你們是怎麼談的呢 我覺得我們家就是很特殊的背景 因為我爸爸是大陸來的 那我媽媽嫁給我爸爸以後 他就跟著我爸爸 他們兩個人都對生死都沒有包覆 我父親在他80幾歲開始就一直吩咐了 對 我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你們都不要把我送醫院 那我媽媽也一樣啊 我媽媽她得這個病 她也會經常講她自己的願望 那很好奇問畢醫師 就是在從經歷的媽媽陪伴她 就是圓滿離開人生的最後一輪路 陸陸續續陪伴這些家庭的過程當中 你認為台灣在面對這個課題 還需要做哪些準備 才能夠讓她變得有機會變得更好 我們有三大執著 第一個執著就是死亡 死亡這件事就是 醫生不願意面對病人死亡 家屬也不願意面對他的家人要死亡 所以我覺得至少 對死亡要有一定足夠的認知 我們可能對理財 旅遊 我們有很多書 我們做好多準備 你的每一位家人都會死 我們怎麼從來都沒有去學習一下 我們對死亡要有一個基本的認識